好 那麼賴清德重用台南幫 所以被認為台南幫又染色了 重創了賴清德政府的形象 李夢也覺得 他去跟張崗偉見過面 跟張崗偉的律師 又去跟命理師諸羅三人 叫做方寬明見面 在某一個飯店見面 我也不懂 這個命理師 被報射入泰色至善源 百億錫金及炸彈癌 這命理師 射入百億錫金 因為大家有些人很相信風水 相信命理師 所以曾經被質疑 協助安排推薦人事要職 收取高額報酬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 林夢也看起來好像 老老實實的尋規盜舉的 看起來那個交往也很奇怪 另外林夢也射到炸彈裡面去 所以被人借機要爭取當官員 所以是不是因此就踩了賴總統 不管是踩他賴總統還是踩他的線 另外交通部長是許多人關注的位置 的確因為他資源很多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很多人想幹的 另外國民黨的時候有人基於交通部長的位置 我想這個位置 你自己想 蔡英文的時候搞8800億的潛戰預算 多少錢是放在交通部 什麼鐵道 什麼一大堆 都是在交通部 到底是不是綠營派系內鬥了 莊瑞雄說想太多了 不必了 反正發生事情了 想那麼多沒用了 另外謝榮介 謝榮介對台南很了解 他說台南還有桃花含苞待放 所以不知這個案子 還有其他的含苞待放的桃花 所以他呼應賴慶的你先清一清 不要爆發出來以後再去善後 你事先也都知道 你都不知道嗎 所以爆料是疑似來自綠營內部 因為真的國民黨 民眾黨不會有人知道 他內部的情況 民眾黨因為有發生緋聞的人很多 另外媒體也問 說他有10年賴慶德是不知情或是不過問 一種是私人事情我不過問 有些長官是這樣 私人事情我不管 你不要影響公司 這是不過問 一種是他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還是你知道不去管他 看一下 OK 不要去影響別人 這不是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燕嗎 捲入性交代醜聞 遭起訴後首都露面 被募集出現在台北車站 我都一直在謹守 對依法處理的分跡 過去說的是依法行政 但檢方卻認為 他接受酒店業者性招待 又收受不當利益 其實陳宗燕不只當過政院發言人 也當過內政部次長 過去在賴清德台南市長任內 當過新聞處長 也當過民政局長 最早還當過台南市議員 一直被視為賴清德台南幫嫡系 但這麼巧 陳宗燕露面這天 賴系台南幫的另一員 也因桃色風波 中箭落馬 交通部長李孟燕遭爆料 擔任台南水利局長期間 地下魂外勤十年 寢辭下台 一路跟隨賴清德多年 被視為賴清德台南幫的人馬 李孟燕在擔任交通部長前 跟隨賴清德院長 擔任政院秘書長 而最早在賴清德台南市府期間 也當過代理市長和水利局長 最早李孟燕是在前台北縣長 蘇貞昌任內代理水利局長 受到高度讚賞 政治路途一路順遂 先後受到蘇貞昌和賴清德賞識 但這回碰上昏外勤風波 92天內就閃電情詞 他得到賴總統的信任 但是這種桃花沒辦法 再怎麼信任 好像都會傳染一樣 賴清德的台南幫接連重劍 難道是綠營內部派系鬥爭嗎 此時此刻最懂賴清德的謝龍介 要總統好好聽他這一句 賴主席清德兄 是不是一次清查到底 到底還有多少桃花含苞待放 賴清德清查到底 要清查到底 實際上也不是很容易 很多人拿一個來比 就是奇怪 亡必勝 小三都有了 孩子都有了 蔡英文不僅僅沒有拔官 還給他升官 穿到穿高高 然後在立法院的時候 跟立委這樣子 一句過來一句過去這樣子 好沒有那種覺得羞愧的感覺 相比李萌營 你覺得說抱歉 愧對這個內閣 趕快死人就比一比王必勝 為什麼然後大家都說 哇 賴清德這樣抬了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我的截圖沒這個意思 是什麼 很簡單 蔡英文不要選舉了 他知道的時候已經超過2020了 他已經不要再選舉了 賴清德要選舉 2028年他選連任 他的團隊不容許這些東西 然後回過來 你剛剛提到那個問題 說到底是他知道 然後就放在哪裡 還說他根本就不知道 老實講 對我來講 賴清德當了行政院長 他的資訊多麼的完整 而且這樣底細跟著他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他會不知道嗎 你說他不知道 這老實講 沒有幾個人相信 你隨便做一下民調 賴清德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來 我覺得我不來相信 就是因為民進黨的DNA裡面 對這種事情 老實講 他的包容度是比較大的 你注意看到他那些人 包括陳忠燕 包括這個立委 幾個立委等等的 都有這個現象 所以重點最大的不同 賴清德跟蔡英文最大不同 不是說賴清德 什麼不能夠冷冷 沒有這回事 賴清德要選舉 而且2028年他覺得 他沒有必勝的把握 他2024年他就要40% 他想辦法要到50%以上 所以不容許 有一點點的善事 所以要砍 如果今天他不選舉 或者說他這次過50% 我覺得他可能另外一個態度 我認為他另外一個態度 不過當時有點奇怪 第一個 因為看到媒體說 台南大家都知道 台南那邊很多人 政界都知道這個事情 大家知道賴清德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這個你要用部會首長 情勢單位那麼多 情勢單位不知道 到底講都要問的 到底他過去這個人 都要去徵詢一下的 所以這個有點奇怪 但另外一種可能搞不好 誤會了王鴻威了 不是因為王鴻威秀那個照片 所以李孟元才跟他小三 說人家在拍我們 搞不好賴清德就跟他講說 以前的事就算了 從現在開始當部長了 跟以前是不同的 就老沈講了 次長無所謂了 部長過好好做 所有的事情過 以前的事情都過了結乾淨 今後夾著尾巴做人 好好當你的部長 他一聽趕快去跟小三說 今天開始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素 我一直亂猜的 否則為什麼他一路升官 跟那個張小姐都處得很好 對不對 那麼到了部長 就突然好像就很冷淡了 害張小姐覺得很生氣了 就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嗎 細凱 謝榮介是把陳宋燕的事情 跟李孟燕把他兩個放在一起 我這樣講好了 大概兩個月前 就有人跟我講說 那個內閣剛剛組成後沒有多 就有人講說 有小三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就是 第一個 如果已經有人在傳這個風聲 就已經有人去講 我們是比較專業問生 我也沒有詳細再問 不過我聽他已經聽起來 應該還有 所以可能賴清德跟這個內閣 還要注意這個 注意這個事情 第二個至於李孟燕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兩個層面 現在大家會去討論的 從一開始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講到張剛偉這個事情 剛剛提到幾個人 張剛偉的律師跟他的關係 第二個講到侏羅山人 朱鑼山是我自己人 朱鑼山人這個背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記得他跟朱鑼山人吃飯 除了有什麼不法 要不然朱鑼山人實際上最有名的 就是當初換柱了這個事情 因為他是 他是這個 常種交響樂團的創辦人 常種的話對他非常信任 他是文化大學音樂器畢業的 那朱鑼山人 一方面是對音樂很了解 一方面他對這個普化什麼 那些有些興趣 當初他就認為說 他判斷說可能 紅教室會被換下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電視上 開始講的這個第一個 開始講到換柱的時候 像是朱鑼山人講的 朱鑼山人就是交往很多 生意人跟政界的人 還有媒體人 所以你說你不願意跟他吃飯 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除非後來有什麼證據 要不然老講這個不構成問題 第二個張剛偉的歷史 這個真正有殺傷力在什麼地方 上教授現在在爆料在講 就是他這個小山這個陸配 住的地方是張剛偉他蓋的 這個房子老講 我的了解好像沒有不見得 有三千多萬那麼多 好像房子沒有 他的住的好像沒有很大 可是裡面有沒有用到他的錢 有沒有用到張剛偉 這個是要去查的 我就不要冤枉李孟燕 就是去查 把它查清楚 自由時報今天登的是說 一千七百多萬 不過據說那個可能是當時 買價或什麼 現在他們告訴我說 市價可能三千萬 所以張哥你可以去看 第一個是自由時報 去追這個東西 這個就怪了 對媒體都了解 只有自由時報出手 這個就是要畫一個溫號了 第二個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不要去猜李孟燕有什麼問題 這個東西非常清楚 就是說他有沒有貸款 或者說他去買的時候 用誰的名義去買 這裡面有沒有對價 如果沒有的話 就還給李孟燕清白 所以我覺得現在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先把李孟燕就是說 住在裡面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對價這個問題 把他查清楚 沒有的話就不要再去冤枉李孟燕 這是一個 第二個這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陸配 大家現在開始在團了 為什麼事情會講到 趙天穎那個事情 趙天穎是中國女子對不對 現在又講陸配 所以有人在講說 民進黨是不是一方面就講抗中保台 為什麼你們跟中國的關係 又是那麼密切 這會引起大家共同一起討論 主委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李孟燕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猜說 是不是內鬥 李孟燕的下台 除了有可能是 剛剛賴委員說的 賴清德是要巡程連任 趕快當斷折斷 我覺得還有可能是 不下台後面是不是還有東西 還有東西 因為你看張剛偉的事 他不下台 弄不倒他 去都更辦公室 接著再弄不倒他 這個情色的逃色風波就出來了 剛剛說他是不是 最近時候才跟情婦疏遠 其實這個是爆料者講的 不是那個情婦講的 所以整個故事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說不定他們早就已經分手了 只是爆料者還是要把他冷飯熱炒 我們不知道 但是賴清德知不知道 他們這一段關係 我認為不可能不知道 之前賴清德在承取鄭文燦的時候 大家有一則新聞 有一段話很小 但我一直記得 就是賴清德在任用內閣的時候 曾經把每一個內閣閣員 情治國安有去做類似連結的徵信過 這個是做首長的常態 以前台北市長好像在用局數首長的時候 要升官的時候也會 就是正風調查 看這個人有沒有正風疑慮 何況是一個總統要組一個內閣團隊 他一定要先了解每一個閣員 他有沒有狀況 他的消息來源有國安系統 有檢調系統 調查局地方的調查局 不可能不知道說 李孟燕或者是說陳忠燕 他們過去在地方的風評 何況說如果地方政壇 其實都知道這個長達十年的關係 所以可能賴清德也知道 也可能他們的關係早就斷了 只不過這個時候 就是你的東西就掌握在 要整你的人的手上 所以這個時候把它冷放熱場 再把故事拿出來 那你說李孟燕這時候再去說 沒有啦 其實我們去年就分手了 也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還有什麼東西 繼續在人家手上 所以你要保內閣 你要保賴清德 你這個時候你就是辭職了